今天的作业基本上就是一一就把这个打开 然后呢 第一个把这个工作表改为函数 然后完成这个公式 第二个的话呢 再复制一个锯齐 然后完成这两个按钮 按下它之后会能够清除 然后并且可以得到结果 第三的话呢 VBA 那VBA一样就是把这个地方的这个 一样在做等于三个按钮 第一个按钮是输出公式 第二个按钮是清除 第三个按钮是输出最后的结果 OK 应该还记得吧 如果不记得没关系 影片Poto上有 请你再把它回去看过 这东西其实 要一下子马上学会 但不太可能 不过需要一点时间 而且要多多练习 像这种东西 如果你熟练之后 其实倒也没有什么很困难的点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VBA的部分 所以再来的话呢 一样把刚刚的这个函数 把它拖拉加Ctrl键 再产生一个这个VBA的这个工作表 那再来我们就要玩 再来看 就是说VBA的程式该如何撰写 那首先的话呢 这个逻辑跟之前的方式是一样的 一一样怎么样 先开启 那当然我做完的结果 除了说 这个画面上可以看到之外 在云端白板上面 也会可以看到 所以如果假设你要找一些参考资料的话 可以看一下那个云端白板 的那个这个 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有关那个 文字与资料函数里面呢 就会有刚刚的这个 这个程式的部分 OK 那像刚刚同学有发生错误啊 其实这边就会有刚刚写完的公式 那如果发生错误啊 你可以再把这个公式 稍微比对一下 那像这种公式啊 或者程式啊 其实最麻烦的地方 就是一个地方都不能出错 也就是要完完全全 一百分的状态 所以将来啊 如果你们期中期末考试啊 会遇到最大的问题 之前的经验是 有同学啊 没有练手啊 就来考试 那会非常的惨 大概我会出个两题吧 一题50分 OK 然后呢 如果你上期考试就是函数聚集VBA 那会给你一个空的档案 那你又把空的档案里面 自己把函数 有没有 聚集VBA 三个工作表自行产生 就交交交这个的结果档 就通过测验了 应该知道我的意思吧 其实还蛮单纯的 只是说 应该只要你愿意花时间 要通过绝对不是困难的事啦 但是就是前提是要花时间 OK 不可能说你不花时间 你用眼睛看了你就会了 那是绝对考不过 因为我看过太多 因为你们已经第四年了吧 必修这程式设计 之前你们学长姐的经验是平常都志气满满 但是就练习不充足 只要一个地方卡住 其他后面就做不出来了 然后就在那边一直在想怎么做 最后还是想不出来 所以那一题就没有分数了 OK 如果一题50分没有 那等于你如果其中50分的话 那等于就是你可能 加总起来的分数 那就是大家会很危险 OK 所以 颜色上 可能其中或其末会是上级测验 也许有可能其中跟其末也是上级测验 这个我还在 最后我会再跟各位确认 反正11月12号是其中考试 11月下个月还没到 所以你们要起有点心理准备 OK 好 那再来的话 我们再来看VBA部分 首先的话 如果我今天需要的效果 类似像这样子 就是直接输出 把这个结果呢 把它输出到这个范围的话 那VBA该如何撰写 第一个的话 一样在这个地方 我先切到Videobasic OK 第二个的话 我的程式放哪里呢 基本上一定是放模组里面 那模组呢 因为刚刚 这个模组里面 module11里面放的是 我录制聚齐里面的结果 OK 那如果你不想放一起的话 你可以按右键 再重新插入一个新的模组 去放你的那个VBA新的程式 也OK 把它分开来好了 然后呢 再来的话呢 我们的程式的名称要叫什么 基本上的话呢 我们就给叫刮胡自串好了 看清楚 所以第一个按钮也许叫sub 然后刮胡自串 我输出公式好了 刮胡自串 然后呢 底线加一个公式好了 OK 把它改一下 OK 然后enter就可以了 sub 这个是以后刮胡 那个按钮的名称 然后按一个enter 那字太小的话 工具选项 把它改为撰写风格 把它改成大概14号字吧 OK 那再来的话呢 当然了 我们基本上的规则 这个这个有固定的标准化流程 一范围 所以范围是第二列到第十列 所以打一个什么 4回圈 所以打一个4i等于第二到第十 enter两下打一个net 然后再来的话呢 我们要输出到哪一个储存格 这个储存格 哪一栏呢 就是sales 哪一个储存格叫sales 刮胡 哪一列 第i列 因为列会变动 逗点哪一栏呢 b栏 记得b前后要加双米 然后再等于什么呢 两个双影号 这样子 其实这样子写完 其实就清楚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sales 复制之后 把它贴下来 这边改个什么 改个叫清楚就好了 因为其实这个就清楚 差别只是说呢 双影号里面 有没有放资料 OK 差别在这里 所以这个可以把它改成清楚 把上面拿下来 那这个里面的话就放 我们要放的那个 这个刚刚的公式 那刚刚的公式的话 你可以拿前面这边来复制好了 拿这个复制 复制完 记得要取消 那复制之后的话 你可以把公式贴过来 不过特别注意 因为里面有双影号 一定要一个双影号 变两个双影号 再贴过来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用那个取代的方法 用那个附属应用程式里面的记事本 把它打开之后贴上 然后按编辑里面一个取代 一个变两个 取代完之后贴回来就可以了 取代一次就好了 确定一个变两个 然后再把它复制 贴到这个公式里面来 这样的话就完成一半了 快完成了 然后再切到这个visual basic这边 然后把它执行一下 那执行的话 你会发现 现在里面全部空了 为什么 因为这边没有刮糊 然后公式有没有过来 有 可是呢 底下全部都是A2 A2 A2 总共有四个A2 那怎么办 还记得吧 最后个步骤 就是把这个2怎么样 改成I就可以了 改的方法 我好像之前有跟各位讲过 那个口诀吧 那个口诀 记得一定要记下来 因为很重要 第一个先刷一号两个 移到中间 and两个 再移到中间 加一个I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说 把那个2变成I 那and前后要空白 OK 这样就OK了 那这个2的话也是一样 其实它主要的原理是这样 第一个 两个算号是把 一个完整的字串切开来 第二个 移到中间 and两个是 因为我要把字串跟 那个I的变数串接 一定要用这个and的符号串接 然后呢 把I放在中间 然后and再把它 前后空白 因为VBA的and 前后一定要空白 有点像是 你在那个 英文的那个书写 英文字跟字中间 一定要空白 原理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东西 后面还有两个 所以我是建议 如果你熟悉的话 你可以什么 就不用重做 你可以把 这个双引号 到后面双引号 选起来复制 把它直接贴 贴到这个2的上方 盖过去就可以了 那下一个 这个也是一样 把它盖过去 好 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做法其实跟那个前面那个范例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说呢 它的那个规则稍微变动 把它执行给各位看 有没有出来了 然后清楚 有了 这两个按钮做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两个按钮变出来 第一个的话是刮弧自串 底线公式 所以把这一个复制起来 然后贴到这边来 就会有第一个按钮啦 那第二个按钮的话呢 这太窄了 把它拉宽一点点 然后再把这个复制一下 再贴到底下来 贴下来之后的话 一样再按右键 把它怎么样 重新指定那个清除 然后把它复制一下 这个名称叫清除 那这样的话 等于就是我们已经把 刚刚的那个部分完成了 输出 清除 输出 清除 但是输出这里面一定是公式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还会需要再做另外按钮 就是输出不要是公式 而是结果 变成说在VBA里面先处理完再输出 那所以 我再把重点回顾一下 一 先产生一个空的VBA的工作表 这一步 可能就把这个复制过来 第二步的话呢 就是在Visual Basic里面 我是把它跟那个录制具体分开来 所以你可以按右键 插入一个新的模组 H叫Module Up 再来的话呢 在这边输入什么 这个叫什么 Sub 刮弧自串底线公式 Enter 然后再写什么 写那个FOR回圈就好了 FOR I等于第二列到第十列 然后输出到这个储存格 Sales的I列的B欄 里面就放双影 其实这个写完之后 其实就可以产生清除 后面的部分的话 就是在贴公式 注意两件事 第一个 如果里面有双影号 把它取代成两个 第二个 如果有2的列号的话 把它变成I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Ciao